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弟弟却没这样做 1993年博度安一世去世后 比利时政府宣布阿尔贝亲王将成为比利时新国王 一时间全国一片哗然 因为本应阿尔贝亲王的儿子菲利普继位 阿尔贝亲王并不是比利时人心目中的国王 据资料记载 博度安一世对弟弟和弟弟生活方式很不满意 两人的婚姻经常上头条 阿尔贝亲王在一片质疑 生中当了国王 被称为阿尔贝二世 名字与摩纳格国王阿尔贝二世重名 但阿尔贝二世当上国王 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 虽然没有实权 但化解多次比利时政府危机 受到民众欢迎 被称为政府的联合计和调停人 2013年7月 79岁的阿尔贝二世宣布退位 由其儿子菲利普亲王继位 从此这个多年习父总算熬成泊 据资料报道 阿尔贝二世退位时对外宣布 自己累了需要休息 阿尔贝二世退位后四个月 就向比利时政府提出加息 原来阿尔贝二世退位后 年薪从1150万欧元 降到了92.3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750万元 如果再交税 那么只剩下70万欧元 只有在未时的6% 阿尔贝过惯了奢侈生活 这点钱根本不够话 据资料记载 2013年以前 以历时王室成员不需要交税 但2013年6月起 以历时出台政策 王室成员必须纳税 这还是阿尔贝二世在未时通过的法律 他退位立刻享受到了交税政策 对于老国王提出加薪的要求 比利时政府很快就做出回应 一文不佳 否决了阿尔贝二世的请求 在比利时这样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 无论国王还是平民 都要遵守国家规定 政府不会因为王室成员而搞特殊化 更多精彩历史 请关注你腿看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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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